2019年度人物讲 我们一起来看大屏幕 好 掌声送给他们 祝贺华人楷模2019年度人物奖的获得者 获得年度人物有什么感想 希望中国会讲的世界会合理 你自己呢 我自己身体健康 能够教育家庭教育很多人 非常复苏的语言 说出了我们最最重要的事情 第一是身体健康 所有的华侨华人在海外打拼很不容易 祝所有的华侨华人朋友们 身体健康 合家幸福